C罗1.1E转会尤文吐司,国足好海东一游园,网友,还拽上天了,每一届的世界杯都能给观众奉献上一场场精彩的球赛,而里面各个球队当家球星们的竞技较量也是观众们的一大看点。 而今年俄罗斯世界杯最终的冠军大力神杯则由时隔20年之后的法国队再次捧走,这让出乎了不少的球迷们的意料,但更让球迷意外的仅有400万人口的克罗地亚队虽然报复法国队,但人家夺得了第二名。 当然了在世界杯结束了之后,出现最大的新闻就属C罗从已经效力了9年的黄马,离开转战到了尤文图斯俱乐部了,特别是高达近1.1亿欧元,也是着实让引发了足弹震动,至今转会费最高的,仍然是梅西以1.2亿欧元锋芒,当然C罗的这次离开曾经的黄马转战尤文图斯,也是令不少的喜欢C罗的黄马球迷们感觉到了不解。 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度表示,C罗要是去中国挣钱我还能理解,但他去了一支欧洲球队,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决定,因为我曾经很喜欢他的,不管怎么样C罗加盟尤文图斯已经是成为了定局了,而且人家C罗也是凭借着自己真材实料的能力和努力,才有了今天的结果的。 而经常维护国族吐槽C罗,曾经的亚洲第一前锋和被大家称为国族球王的郝海东。 当年的转会费有时多少呢? 只有一欧元,你没有看错就只值一欧元。 郝海东在鹰甲的那几年中,一直都没有什么上场的机会。 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,郝海东就出过一场还是作为替补出场的,现在却化身成为好大炮。 各种队,网友都看不过去纷纷说,没什么大能力,还快上天了。